那個時候的發言人 他的指控洩密 甚至上當到供典 甚至外賣犯罪 有多麼具體的 各位朋友仔細再聽聽看 及國家安全 決定將全案移送調查局 因為有接獲檢舉 指示了 當部主委有涉及泄密的問題 那因為對這件事情 事關重大 所以 必須要將它 先調理限職 然後 必須要進行後續的調查工作 來 觀眾朋友 你剛剛有沒有聽清楚 這是在8月20號 當時中央社所發出的消息 王玉琪的角色有多重要 你看到 他說7月下旬 接獲檢舉到8月14號 告知彰顯要去治 經過個人查證跟報告上級的過程 那時候想報告是兩個長官 他心中以確信 觀眾朋友 這是中央社 你有沒有看 這是中央社 他還特別把確信 張顯耀 張顯耀涉及國安問題 才決定跟張顯耀溝通 要求他離職 接受調查 釐清工作的疑點 那今天 在一周刊 目前看起來 你看起來 他在馬拉松市的 張顯耀 被偵訊17個小時之後 吳寶 吳寶 請回 如果對照剛剛 張顯耀熊大哥所秀出 當時鋪天開地 所以調查局放話 你就是涉及外患罪供典的話 不應該放回 17個小時 不應該是 所謂的無保寶請回 今天的一周刊說 傾向不起訴 可信度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高 本刊調查 張顯耀 會帶著笑容 不出北檢 主要原因呢 是什麼呢 調查局了 他手中根本沒有證據 證明他泄密 當天搜索張和助理住家時 並未扣到機密文件 也沒有外傳的傳真文件 警方後來貪出 調查局掌握的 泄密事證 逐一詢問 來龍去脈 張顯耀都偷偷不覺 對答如流 看不出 已有泄密的跡象 所以去脈 問題來了 今晚 若可信度是這麼高的狀況之下 怎麼樣 這個事情 都不用惹人負責 甚至有人下台 你怎麼看 這個張顯耀是共諜的 他怎麼會在家裡藏機密文件 他怎麼會用他家的傳真機 去傳真文件 我想張顯耀一定是全世界最笨的匪諜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講說最後的結論當時是講說 什麼監聽議文有指涉什麼張顯耀是 可能涉及到是公別案 監聽議文假如有張顯耀 那一槍斃命張顯耀找就掛了 對不對 怎麼還在折騰那麼久 最後又無保這個又失回呢 對不對 所以從頭到尾 我覺得坦白講 這個益州看今天的一個評估說 這個可能傾向不足起訴 我的看法也是跟益州看比較類似的 當然這個最後還在調查 你看之前包括中時聯合 投版頭耶 這個不是一般報紙 三家報紙 四家報紙 都是投版頭 涉及共諜案 舉國偵探 一個是陸委會放的消息 一個是調查局放的消息 報紙的投版頭 放在投版頭 一定是總編輯 經過合理查證 合理的確信 這個訊息是真的 他才會登到投版頭 他假如他有一點一絲的質疑 他不會放在投版頭 報紙的作為就是這樣 所以是什麼 是有人故意放話嗎 而且管道非堂權威嗎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從頭到尾 你怎麼共諜案 什麼所謂舉國震撼到現在說 沒有啦 不是共諜案 泄密查到現在 也不知道到底消息疑似洩漏 我之前就講過啊 洩漏交付消息給第三單人 那你第三單人是誰 到現在沒有啊 找不到 連中間人現在到底有沒有中間人都找不到 那交付到底是怎麼交付 也沒有啊 這個 八月二十九號 當北檢開始傳話案的時候 我們以為偵查不公開 隔一天聯合報還是可以做投版 跟你說三十份的機密文件 傳真知名台商 而且這台商是傳給誰 國台辦的官員 我跟你講 假如消息真的是 像這個報紙所提的 這個消息我是不太相信啦 這個張寫耀早就一槍兵命早就掛了 早就掛了 你假如在台商那裡收到 張寫耀屬於機密的文件 那早就掛了啊 一定是掛了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之前就講過說 有關共諜案泄密案的偵查 從過去什麼王仁炳啊 或者是什麼柯正勝 海軍中將這些泄密案 一定都是過去都是從譬如說國安局 或者是國防部軍情局 去揭露對方我們交付的這些情資 那洩漏我們談判的底線 我們才會回頭來抓我們相關的這些共諜 怎麼會有一個當時 大家記不記得調查的第一次出來講 是講什麼 這個不具體也沒有立案 不具體也沒有立案 怎麼開一個記者 王毅錡開一個記者會之後 就雷力風行就一直查辦到現在 結果不了了之虎頭社會也結束 所以我坦白講這件事情 大家記不記得當時學運的時候 國民黨怎麼講 國民黨說這些都民進黨的 林林非凡什麼陳維廷 這都民進黨派來在亂的 試圖說服中國說 這個不貿貨貿貿談判 台灣有那麼多的意見 都說是民進黨在背後搞鬼 你知道張小豪這件事 中國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才是重點 他說之前好啊 你再賣給民進黨 那這件事張小豪 你怎麼賣給民進黨 所以馬總統之前被國際認證 說是Bumbler 是這個耳朵掌 這個現在是中國認證 坦白講是中國認證 馬錡會 他怎麼會放心跟馬總統說 那我們兩個來談 他知道越來越跟馬總統談 越來越沒有結果 因為馬總統除了說在國內 國內的施政民調那麼低之外 他在處理兩岸關係 是這樣在處理事情啊 對不對 到底是不是共諜到底是什麼 先賣給中國之後 又賣給美國說 沒有這個是我們拿到的消息 是因為一個重量級跟美方 這個處理相關事務 好像我聽起來 然後是在講精進普通 我不曉得在講誰 那講一講 到最後美國又出來否認說 這個事情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中國也說這件事情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有 沒有整個房間沒有到賣了 從之前沙發楓炎到現在 在虎頭搜尾結束 對 我覺得馬總統是必須為了兩岸之間的這種相互之間的往來 他要付出絕對的政治正確的任務 等一下我會播放 江江一話院長他在前天有一段 有一段 因為人家問到他說 這邊總統府的五人員小組 陸委會主委王玉琦有沒有到 因為大家要進一步查證 在前天王玉琦是不是有被約談 他有特別提到 就是涉及到國安機密 這段話到底意味著什麼 今天的談話 我們等一下要讓你來談了 只不過呢 我要讓你看調查局 剛剛莊議員特別提到 調查局的角色 那如果說調查局的角色 在這次的洩密罪已經確定 不成立也不起訴的話 那是不是轉而應該去查辦所謂的調查局 我 我們在發言之前 觀眾朋友 這是聯合報 在八月二十九號 第二十五 等於在凌晨兩點多鐘 十七個小時 麻松徵訓之後 彰顯要布出了北檢的畫面 你看他坐在頭版 他提到三十份機密傳證給知名財商 你注意看這一段 調查局共攔戈 包括什麼 攔戈呢 有三十件 集機密 機密 與呢 一般呢 所謂的公務密件 等公文 有沒有看到 調查局 調查局共攔截 這是做在聯合報的頭版 然後做到聯合報的三版 一樣做這麼大 他說張涉嫌輪流透過秘書助理 交付兩岸航權分配 有沒有看到 具體內容 教什麼內容 也有 APAC的機密文件 由知名台商 轉交給國台辦官員 他已經跟你說 這是一個共犯結構 可是呢 這些 有沒有約談 還是都啪啪啪 你注意看 他又在講說 據指稱 調查局掌握 彰顯要洩密試證 是 長期 國安監聽 張肅林 與涉案台商 對話的結果 辦案人員說呢 你看辦案人員說 張嫌要涉嫌輪流透過 我剛剛念的這一段 哇 這又是調查局 夠不夠具體 調查局放出來消息 夠不夠具體 該不該查判調查局呢 來 王定明 我們這案子講那麼久了 我今天要講個新的 而且非常具體 而且 搞不好委員 還是紀錄國中委員 待會兒我們 叫我檢查我 那一班 我在講下面這段話之前 我是覺得全台灣的人要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 今天我們台灣對中國的首席談判代表 不管是共諜案或洩密案 他到底是或不是 如果我們的國家 換成不是看證據 而是看對中國的衝擊多大 還是看馬英九的想法如何 來決定有罪或沒罪的話 我們國家真的回到大明王朝了 給他張祥 是不是共諜 我們看證據 今天不看證據 而是看對政治的衝擊 看大老闆馬英九的想法 來決定有沒有罪的話 我現在很怕是這樣處理的 是 那接下來我要講了 他們的確記不動道 大哥跟楊老師 他們的確 他們是站在國家的立場 我是可以體會他們的想法 我自己心裡也在想說 如果是烏龍一場 可能對台灣傷害比較小 我相信是這樣子 可是他真的是烏龍啊 如果他不是烏龍 而是真的泄密 可是你為了怕傷害太大 把他搞成烏龍 那就影響很大 那我們現在要先講 這整個泄密案 媒體鋪天蓋地 如果到最後不起訴的話 剛才這些報紙 水紅啊電過 我再展一次 調查局 這都沒有問號的喔 調查局掌握過 張泄密的中間人 這剛水紅柏沒有展示這一次 中間人 而且內文是解釋 近日就要約談 只要謙準檢查官 就要近日約談 那這個是指調查局指出 張寫要帶共諜了 已經被吸收成共諜了 我們都看過這個標頭嘛 你知道嗎 這所有的頭版頭 記者都叫張宏諺 張宏諺這位記者 在去年黃世民案的時候 一樣頭版頭 我把那頭版頭唸一遍 那報紙我沒有帶來 他頭版頭是這樣寫啊 寫說這個 這個 林秀濤 導告後 林秀濤 導告後 公出 官說 全案 記者 張宏諺 同一個 同一個 也就是說 去年是馬燕九 要殺王金平 新聞 跑出來的管道 聯合報也是 偷版頭 記者也是張宏諺 然後這一段時間 所有 幾乎都沒家問號 調查局 卡定要怎樣 或者陸委會 宣布怎麼樣 兩大洩密管 洩漏這個案情人的管道 一個是陸委會 一個是調查局 調查局的文化 以前不幹這種事情的人 可是 幾乎都這樣寫啊 連中間人都想到精準準 甚至我們在講的 17個小時沒事情回來 你還沒新聞啊 還可以保出30件密件 你去看記者 也是同一個 所以 台北地政局檢察官 如果要查說 這案情到底要怎樣 補起來 這個 如果是羅子之罪名 謝命不起訴 第一個要查的話 你可以請這個記者 來說明一下 這到底怎麼回事 第二個 也許是誰刻意 放這個小東西給他 對 從 張宏諺要17個小時出庭 叫著出來 大概不起訴的方向 這樣就確定了 就 你